位在苗栗县的山脚国小 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因为校内拥有不少日剧时代留下来的历史建筑 因此校方在十多年前是提出申请 不但完整保留了古籍文物 还运用校内老树打造了生态廊道 把整座学校变成了大型的历史教具 这一天台湖市议会教育文化委员会 也特别前往考察 希望汲取成功的经验 院里的山脚国小火化校内的古老建筑 不但可以提供社区长者使用之外 也有古物展示 变成大型的历史教具 因为校史悠久超过百年 因此校方决定活化利用四栋历史建筑 和当地社区结合 不但有令草编织工艺品的展示 也有日志时期的古物收藏 我们的历史建筑 我们就让它活化 成为我们的老人的幸福学院 成为我们学生的裹月教室 也成为我们令草在发扬的一个基地 那也成为百年校舍的一个校史的一个纪念馆 那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杂根 文化的交流 也让我们学生有更多方面 更多元的学习 苦练百千层和雀荣树屹立不遥 还有兰花攀附在树干 形成另一种自然生态 加上环境造景和雨水回修系统 打造成学生可以学习 也可以表演的生态廊道 让小学充满丰富的自然景观 由于台中也有多所学校拥有 历史校舍需要改建 因此议员们也特地前往考察 善用它具有的历史建物校舍 然后跟社区社团的一个结合 也保存在地的一个产业文化 我们台中市也有很多学校 比如说清水国小 大统国小 东市国小 这些学校都跟我们三角国小 都有这个日式的建筑东西 建物 有的已经完成了 但有的还在修复中 我们想借用这个机会来参考 来观察我们三角国小 如何活化经营 这一个历史建物 台中市的超过百年以上的学校的话 我们也积极的寻找 跟它学校建校历史有关的 历史文物教材教具的话 也可以收集到学校的校使馆 或校使室里面去 然后让我们的校友 让社区可以来共同来分享了解 而教育文化委员会也表示 将参考 山脚国小的范例 为台中拥有同样历史资源的国小 做相关仿造 记者陈伯瀚张伟玲 苗栗采访报导